大家好,我是老木 酒酿饼不松软,总是开裂 在家里到底应该怎样做 这个视频跟大家详细分享一下 做酒酿饼的关键技巧 另外再次提醒大家 我在油管上没有任何频道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具体的比例咱们还是放到结尾 咱们先把面粉倒入面盆 加上白糖 再加上温水和酒酿 再加入酵母 加完酵母以后 像这样给它搅一下 尽量让酵母化开 然后咱们直接把面粉往里剥 搅成画面中这样的絮状 这时候水分更匀 咱们也不怕粘手 直接揉到一块 揉成咱们画面中这样 只要它不粘你的手就OK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面团 水量是有点多 开始肯定会粘 只要咱们把水分揉匀 这个面团绝对不会粘手 然后咱们包起来发面 大概半个小时 发好以后像这样 它吃的胖胖的 就是长得这样 又肥又壮的这种状态 就OK 然后咱们直接放在案板上 开始揉面 揉面排气这一步 像咱们平常做馒头一样 揉的每一下 都要给它压实 这样才能把它完全瘦下来 就是瘦回原来那种身材 这样咱们再做任何一样面食 都比较简单 另外还要说一下 咱们面团揉出筋道 它这个手感是有些紧 就像咱们刚和好面团那个状态 就说明它起筋了 揉好以后 这个面团表面就像这样光滑 就可以了 这个状态咱们在做面食呢 它就比较好 整体外形呢 就比较光 做的时候也不容易开裂 因为它水分很匀 然后咱们直接把面 搓成这样的长条 这个长条呢 不用搓得很精细 然后咱们就可以来下剂子 这个剂子的大小 大概在25克左右 如果大家喜欢吃小一点的 也可以 但是最小呢 不要低于15克一个 同时大家还要注意 咱们在制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剩下的那部分盖住 别让它风干 咱们揉这个呢 其实跟咱们揉圆馒头是一样的 每一次按压 都让它平着贴在案板上 案板上粘的话 就撒一点干粉 这样咱们很快 就能把另外一面揉得光滑一点 如果说咱们斜着去揉 这个面呢 下面总是有纹路的 就是不那么光 大家看 咱们揉了没几下 它的另外一面呢 就变光了 然后咱们稍微收拾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状态 表面呢 是非常光滑的 咱们平常揉馒头 也是一样的手法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这个饼呢 咱们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 咱们用保鲜膜盖上 放个十分钟 然后再来制作 这样咱们做的时候 它启发效果就会比较好 然后垫饼签 不要有任何油 预热之后 直接把饼放进去 放饼的时候 记着千万不要挨得太近 距离太近 咱们做好之后 它容易手牵手 变成一个整体 这样就不好看了 然后咱们小火门六分钟 开盖 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 就已经OK了 咱们手点一下 它能快速起伏 已经熟透了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盛出来了 酒酿饼就算出锅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松软度呢 也非常好 有没有特别严重的开裂问题 咱们在家里做 防止它开裂 咱们就水稍微多加一点 面火软一点 一次发酵 稍微发的旺一点 煎的时候 用中小火 不要火力太大 火力太大 水分干的太快 它就容易裂 把咱们上面 说的这几点记住 咱们做酒酿饼呢 也能松软香甜 而且越嚼越香 放凉之后呢 也不会特硬 咱们今天的材料 这里有酒酿 稍微稠一点的 准备100克 白糖准备10克 不喜欢甜的 可以不放 单酵母准备3克 再准备温水100克 和酒酿配合使用 面粉 咱们准备的是300克面粉 这个面粉呢 是中筋粉 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